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甚至是从昨天晚上11点就在商店外头排队了 苹果手表其中一个功能就是电子付费 目前在美国消费者是可以把他们的苹果手表当作是电子钱包 在商店买东西的时候用苹果手表去付费 不过这个服务将来会不会在本地推出呢 现在就还不知道了 当然了 在进行任何的电子交易的时候 最重要就是一定要确保自己的密码和其他的个人资料是安全的 因为不法分子千方百计想要盗取出我们的个人资料 所以大家一定要保持警惕 资讯通信发展管理局就提醒所有电子政府密码SynPass的用户 提防不法分子最近发出的网络钓鱼电子邮件 严防个人资料被泄露 资讯局在官方Facebook发布警告 表示有用户收到标题是 电子政府密码账号安全信息核查的电邮 说他们的电子政府密码被暂停使用 要求用户点击一个链接去确定他们的电邮地址 资讯局表示这是一个网络钓鱼电邮 提醒公众不要打开和点击电邮当中的链接 最近马币对新元的汇率一直下跌 但目前已经下跌到了一新元对2.8令吉的新低水平 不过从马国进口食材的餐饮业者和丙家表示 由于其他的印银成本不断的上涨 所以没有办法大幅度的调低食品的价格 来看记者李嘉宜的报道 这家餐饮集团每天从马国工厂和原地 运送蔬菜和酱料进入本地 为200间时隔和30间咖啡店提供食材 马币汇率下跌虽然可省下一大笔成本 但工资租金上涨 加上马国开始征收消费税 拉长补短后 集团只得维持食物价格不变 这间饼家也在马国设厂生产糕饼 直接供应本地市场 老板表示 马币对新元一年来大跌8% 让原料价格变得相对便宜 因此略微调低了食品售价 业者表示 接下来还得观察 马币是否还会进一步下滑 若下滑超过3.0 业者将同马来西亚供应商洽谈 改为使用马币进行交易 以进一步降低成本 并提高食物的品质 回馈给顾客 新传媒新闻记者 李嘉宜报道 接着来关心 受地震影响而关闭的 马来西亚沙巴州的 金纳巴鲁山公园 这个公园预计在9月份 将会重新开放给游客 公园开放之后 每天允许攀登 金纳巴鲁山的游客数量 将会减半 根据当地媒体报道 在公园重新开放之后 每天允许攀登 金纳巴鲁山的登山客数量 最多是192个人 沙巴旅游文化及环境部长表示 这么做一方面是为了减少 对生态环境的破坏 另一方面是为了保证 所有登山客的安全 当局之前宣布 金纳巴鲁山公园 将关闭三个星期 但是目前看来 关闭时间将会延长 至少三个月 由于地震之后 多条登山路径受损 当局正在新建一条登山路径 而在泰国 那里的汉情严重 财长宋迈警告 政府如果不解决 目前干旱所带来的问题 今年经济发展 将会受到严重的影响 国内生产总值 将放缓超过半个百分点 宋迈说 希望政府采取更有力的措施 帮助受干旱影响的 农民和消费者 泰国今年旱情是 18年来最严重的 而且可能面对 历来最长时间的旱期 虽然目前有 20个府的旱情已经缓解 但另外20个府仍不见好转 和往年平均降雨量相比 今年的降雨量 减少了60%到70% 为了缓解旱情 政府采取了人工降雨措施 在科勒府 政府每天都派出三架飞机 在一个水坝上空飞行 六个趟次 实施人工降雨 这个水坝的水位 下降得非常厉害 现在只有正常水位的18% 不过在中国的四川省 多天来的大雨 导致多个城市 遭遇洪灾 大量的房屋 道路被淹 洪灾也导致了许多家庭 停水断电 目前还没有传出 人员伤亡的消息 在穗宁市 洪水导致多条主要道路被淹 不少车辆被搁浅在水中 据当地媒体报道 这次降雨量高达150毫米 虽然目前水位已经消退 不过大量积水涌入街边商店 给业主带来了不小的损失 内疆市也遭洪水侵袭 室内交通瘫痪 许多房屋被水淹没 而在达州市 有一间玩具工厂 20个人被大水围困 救援人员拆除了工厂的卷门 才把他们安全救出 工人说 洪水迅速上涨 他们根本来不及反应 泰国航空客机所携带的水 被发现安全水平不达标 尤其是大肠杆军的含量严重超标 稍后的纸上风云有更多的详情 欢迎回到城光第一线 我们马上进入纸上风云 看看各地报章有什么主要的新闻 我们首先来关心香港国泰航空的 湿水风波 根据香港媒体的报道 国泰航空对旗下的22架客机 做例行警察 结果居然发现 其中有14架飞机所携带的水不达标 尤其是大肠杆军 在水中的含量严重超标 而这些水通常会在加热之后 供飞机上的乘客引用 因此格外地收到了关注 我们来看香港经济日报的报道 香港卫生署已经证实了这个消息 他们正在重新审查 国泰航空客机的机舱水 是怎么从供水站运过去 并装上飞机的 目前他们已经检查了 三家供水站 还有19辆送水车 并且采集了样本 希望可以尽快确定 造成这次实水污染危机的源头 香港英文报纸 古报的报道也说 14架水受到污染的国泰客机当中 已经有9架的水箱被清洗干净了 另外还有5架客机的水箱 则需要在星期六返回香港之后 才能够进行清洗 在这同时 负责香港机场送水工作的公司 也已经给11辆送水车完成了消毒 其实这起事件最开始是因为 国泰航空的一名空服人员 在社交网站上抱怨 有14架客机的水 没有通过细菌化验 飞机上的热水不能够喝 但是他的上司还是坚持 要给乘客提供热咖啡和热茶 因此空服人员就需要 把飞机上的瓶装水打开 加热之后来泡咖啡或者泡茶 因此每个人都要忙疯了 但就是因为这名空服人员的抱怨 才引起了公众的注意 有不少网民就夸奖 国泰航空负责的态度 香港《南华早报》的报道就披露 国泰航空在发给员工的 内部电邮中通知员工 会在水受污染的飞机上 准备更多的干净瓶装水 飞机上的水只可以用来洗手 但是绝对不能够直接饮用或者漱口 国泰航空也要求飞机上的空服人员 通过广播来提醒乘客 不过《南华早报》英文网站的报道却说 有不愿具名的国泰飞行员透露 这次受污染的飞机当中 还包括了波音777客机 这种客机可以容纳300多人 在国泰有被用在长途飞行的国际航班当中 另外航空专家则认为 造成这次危机的最大可能 是水在运送途中被污染 也就是说 传送水的水管 还有运水的车子 应该成为下一步调查的重点 为了确保乘客的饮用水是安全的 香港卫生署把检查的范围 进一步扩大到了 另外五家航空公司的客机 不过当局也告诉公众 不需要过分的担心 我们来看看香港星岛日报的报道 香港卫生官员表示 大肠杆菌存在于 泥土 水 还有动物的肠道里 通常是没有危害的 但是它的数量 却可以作为衡量卫生的指标 如果大肠杆菌超标 主要是说明卫生情况欠佳 接着我们来关心 区域课题 我们的邻国马来西亚 最近大规模的打击非法外劳 使得一些领域缺乏外劳难以运作 马来西亚内政部长因此宣布 未来三年将会通过合法的渠道 分批引进150万名孟加拉外劳 来满足各个领域的劳动力需求 我们来看看马来西亚新洲日报的报道 马来西亚和孟加拉两个国家 预计将在下个月签署这项协议 不过政府也强调那些非法滞留 马来西亚的孟加拉外劳 不包括在这项协议内 他们还将继续被遣返回国 在这同时 马国警方最近也在和靠近我国的 柔佛新山一带 发现了一个专门供印尼非法劳工 和移民居住的中转债 并扣留了18个人 当中还包括了一个9个月大的男婴 警方表示这是因为开斋节临近 越来越多非法移民想回家过节 因此不少人会把新山作为一个转换站 最终从海上偷渡回乡 其实除了孟加拉和印尼 马来西亚也有不少非法的缅甸外劳或者移民 尤其是最近有关缅甸罗兴亚人的难民危机 更是引起了国际的关注 缅甸政府也因此加大了 打击非法人口阻私的活动 来看看泰国《曼谷邮报》的报道 上个月被抓的20名人口阻私犯 在缅甸被判刑 律师表示他们因为触犯移民法令 而分别被判5年监禁 不过对于缅甸政府的这些努力 美国政府却并没有买账 他们最近又再次针对卢新耀人的课题 向缅甸政府发难 要求他们改善人权问题 说到缅甸的人权问题 大家可能很快就会想到 曾经领导缅甸民主运动很多年 而且还获得过诺贝尔和平奖的 反对派领袖翁山舒芝 一直以来他是缅甸国内 还有国际上很多呼声很高 都希望翁山舒芝可以成为 下一任的缅甸总统 但是缅甸议会最新的一项决定 又再次打压了这些声音 德国之声的最新报道就说 缅甸议会否决了宪法修订案 这意味着缅甸军方势力 还是掌握着对修宪的否决权 而翁山舒芝参审总统的希望 也更加渺茫 因为缅甸宪法规定 子女有外国国籍的人不能够担任总统 而翁山舒芝的丈夫和两个儿子都是英国国籍 因此修宪议案被否定 事实上已经封锁了翁山舒芝竞选总统的道路 接着来关注股市动态 美国股市下跌 欧洲股市跌多升少 在本地股市方面 海峡时报指数昨天滑落1.46点 毕时报3349.87点 美联储可能延缓加息的固乏 而希腊和国际债权组织的谈判持续 债务危机融化解 分析师认为 国际市场虽然存在不确定因素 但是对本地股市长期影响不大 目前孩子已经接近3300点的支撑水平 分析师看涨未来孩子的走势 我本身认为9月份的时候 可能这个加息的可能性也不大 原因有两个 第一个当然就是很多人都知道的 这个通货膨胀的这个数据 其实还是比较低的 还没有达到预期的2%的标准 第二点 全世界的这个比较大的经济体 比如说中国 欧洲 还有资本 都还在降低的率率的状态 然后甚至在刺激经济 我觉得如果美国太早提升这个利率的话 对他们的经济 其实不怎么好 其实会失去这个竞争力 整体来讲 我觉得这个希腊 最近讨论的这些问题 不会持续下去 对整体的这个经济来讲 不会有很大的冲击 如果任何时候 假设我们的IMF 或者这个欧洲央行 谈不妥这个条件的话 假设希腊的经济崩溃 股市可能会有一个大掉 但是我觉得是一个减便宜的一个机会 海峡指数现在已经掉到了 接近3300点了 那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好 难得的一个机会 大家可以考虑 就是投资一些 基本面不错的成长股 那在这边我有两只股票 大家可以留意的 第一个就是Simpos 第二只股票 要向大家推荐的 就是Ezion这间公司 来看看亚洲股市 开盘之后的表现 容易点点像排球 但是又可以用脚踢 而且在蹦床上面弹跳 这个波纱球 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运动 它的游戏规则又是什么 稍后的玩物壮志 我们一起了解 欢迎回到晨光第一线 每个星期五的玩物壮志 我们都会给大家介绍 国人不同的兴趣爱好 今天我们找来了一位 波纱球爱好者 跟大家分享这个 在本地相对来说比较新的一个运动 看完站门这样子 一下子是用手打球 一下子用脚踢球 这个波纱球到底是怎么玩的呢 结合排球 和足球的动作 在充气气垫和蹦床上 将球送到对方的场地 这就是波纱球了 这项运动起源于西班牙 只有短短十年历史 有一名比利时人发明 他去到巴西的海滩 看到一群人在打排球 可是在打排球当中 他们也是有用到足球的技巧 当他回去的时候 他就发明了波纱罗 就可以用身体上的每一个部分 传球 那他又加了一个堂皇 就让扣球手跳高一点 比较杀球 波纱球需要在特殊设计的球场上进行 虽然是可以带到不同的场地 甚至是沙滩上设立 但比较麻烦的是 需要电力供应 为气垫进行充气 而整个充气的过程相当长 需要大约一个小时的时间 这是波纱球的球场 在通常在比赛当中是 我们是打四对四 就是让外面的球员就会传球 让堂皇里面的球员 跳得比较高的时候 在球传给他 给他扣球 玩家可以利用蹦床跳得更高 扣球时也更有杀伤力 因为可以利用身体的任何部位来触球 所以也更随性充满趣味 现在我们会有我们的球员示范 怎样扣球 所以我们扣球有很多方式 最主要是用 我们可以用我们的手还有我们的脚 可以继续 音乐 波纱球的另一个特点就是 玩的时候会搭配音乐 靠着动感的音乐带动现场气氛 在比赛的时候就会比较严肃 可是在我们在玩的时候就要比较放松 就有一点音乐在后面 就比较轻松了给我们的球员打 在气垫和蹦床上跳看似简单 但要维持身体平衡并不容易 教练就表示 这对身体来说是个很不错的锻炼 在Bossabot上面就很不平衡 那你要跑腰跳的话 你需要已经需要用到很多不同的肌肉 尤其是在腾肛上 你要跳越高的话 你需要缩紧你的上半身 所以你可以跳更高 很多人隔天都会跟我们说 他们的肌肉会很痠痛 教练表示 玩拨砂球时如果不小心 还可能会出现骨折扭伤 所以新手入门应该循序渐进 我们通常是不会鼓励 刚刚来是拨砂球的人 做那种三根斗 还是比较危险的动作 通常是来跟我们打了好几次 我们才慢慢教他们 怎样做这些比较高难度的动作 拨砂球这项运动 由新加坡拨砂球协会 在八年前引进本地 目前玩的人不是很多 24岁的洪威介 三年前在圣桃砂 看到有人玩拨砂球 结果就被这项运动 给深深吸引住了 因为是一种很特别的运动 很像沙滩排球 又不完全是沙滩排球 我看到在上面 有人用替足球的方式在那边替 然后我觉得很有意思 那一天他们让我尝试了 从那一天以后 我就开始喜欢上了拨砂球 威介说 自己有排球的底子 所以练起拨砂球时 更容易上手 不过和普通排球相比 拨砂球给人的感觉 还是不一样的 很不一样 因为站的时候就站不稳了 所以很多集装力 就是要 你要先把你的脚步站稳 然后再来打这个球 所以虽然看起来有相似 可是是一种很新的感触 威介说 拨砂球不只是出满娱乐性 还让它鼓起了不少童年回忆 就会让我回想到童年来 小时候可能会 父母亲会带我去 像巴桑马拉 有很多这些这样玩的 所以以前我就只觉得来 这种就是给小鱼子玩的 没有想到也是可以成了 成人的运动 不过要召集人马 玩拨砂球 有时并不容易 拨砂球通常需要 八到十个人赌完 所以平时很难找到 八到十个朋友 同一天有空读完 对 会遇到这个问题吧 就是会尽量找 因为觉得这个运动 是真的很好玩 所以会一直介绍 和鼓励朋友来玩这个项目 威姐说 在蹦床上跳 还可以跳到三米高 而从那样的高度扣球 让她感到特别有满足感 像那些在电影 那些职业排球手 这样跳的很高 平常没有办法做得到 可是在这个波砂球场上 我都有办法做得到 对 一瞬间的满足感 有动感 有活力 有趣味 波砂球这种大杂会形的综合运动 充满了新鲜感 还挺有魅力的 好了 今天的晨光第一线 就播放到这里 如果你有什么有趣的故事题材 要提供给我们 或者对节目有什么意见 都欢迎你 电邮我们 让我们知道 也欢迎你浏览八频道新闻 及时事节目网站 还有下载我们的应用程序 我是芝英 祝你周末愉快 我们下个星期一再见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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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